你看我就说我这个在唐朝 我就有人缘 这种朱圆玉润 好 那看看吧 这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一中人呢 是这样 姑娘 陛下让我们来寻找一中人 给我们出了几道问题 姑娘若能答对三道 那么便是陛下的一中人了 那太难了 三道他未必能答 他确实能打去了 那姑娘且听第一题 姑娘知道这汉高祖刘邦 他姓什么 他是不是姓刘啊 这个还有响吗 对啊 姑娘答对了 天资崇溃 我来一道 我来个来个难一点的啊 敢问姑娘 汉高祖刘邦 他是公子呢还是姑娘呢 当然是公子了 连对两道了 这就答对了 这就答对了 这题也太简单了 能不能抽点难一点的呀 那问姑娘一首诗歌 这在天愿做鼻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说的是谁的爱情故事呢 A呢是围娶妈妈和小头爸爸 B是唐玄宗和杨贵妃 这C呢便是喜羊羊与灰太郎 这有没有一种可能 它是选项B呢 不得了 不得了啊 B是什么 唐玄宗 唐玄宗和杨贵妃 杨贵妃 姑娘这是天资聪慧呀 答对了 拉倒吧 都是我提醒的 没听出来嘛 那这样姑娘 我们说到做到 还有奖品 我们必须的 能答对三道题 便赠你一张 看我们大唐芙蓉园的门票啊 哇 大唐芙蓉园 哎呦 从西安而来呀 哎呦 太感谢了两位 没事 太感谢了 就这水平 就能去大唐芙蓉园 好 买呢 我也行 你看看你贴多多 出几道题 好 试一试 试他一试 好 来 票还有吧 暂停 一定有礼物的 那必须的 先生 请听第一题 嗯 说 昔日 混沌济分 阴阳分叛 清清者 上福而为天 重卓者 下宁而为地 至 公公式战败 头处不周山 肩柱舌 地为缺 仙庆西北 地卸东亿 这题挺不好备 甘魏先生 我刚才说了多少字啊 甘魏先生 您能再重复一遍吗 多少字 你出的这个太难了 我给先生换个简单的 别欺负 来啊 甘魏先生 这 秦人不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是后人而父哀后人也 请问先生 我多高 一人来高 一人来高 这也算个半队吧 那我再给先生出一题 好 先生听好了 好 这 齐尔共通 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 先生听过吗 当然了 那敢问先生 这 紧箍咒是怎么念的 难道是 卫梦小 携手组队 有你在能量加魏 答对了 这是大台 这是答对了 失敬 失敬啊 杨帆 你可以啊 先生答对一道半 按理说也应该有奖品的 那 先生 我们这儿 有一双一次用拖鞋 赠你了 你这实惠 实惠 好 那咱俩换吧 这不能 我这是大唐 侍女空间站贵宾票 你穿着拖鞋去多好啊 拿着把它送给你了 好不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行 再次的感谢二位先生 谢谢 谢谢